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马上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调解团的各位成员老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的规定 今天到场的观众朋友也具有现场监督的权利 欢迎大家的到来 前不久家住新疆的李先生给我们栏目组打来求助电话 他说他突然发现家里的14万元的财产不与而非 而且他直觉这一切都和自己的妻子息息相关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外场调解 2012年11月在外工作了一天的李昆蕾回到家中 原本以为会如同往常一样 进门就看见自己的妻子和一岁的儿子 然而空荡荡的房间就让他感觉当头一棒 在来到新疆工作生活的这段时间里 因为要照顾刚出世不久的孩子 妻子几乎很少出门 李昆蕾急忙拿出手机给妻子打电话 然而妻子的手机已经关机 这让李昆蕾更加坐立不安 而原本由妻子保管的14万元银行卡 和1万元现金也不翼而非 这样的情况使得李昆蕾的心中 生起了一股不祥内感 妻子究竟是离家出走 还是发生了什么疑问 如果是离家出走 带走家中14万财产的他 又是否早有预谋呢 如果不是离家出走 那如今人在哪里是否安全 在今天复合天使的调解现场 我们能帮他找到答案吗 先请问一下李先生 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希望能得到妻子的原谅 以前都是我做错了 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你现在会觉得自己做错了 打架了 打架 对 因为孩子 你当时知道妻子不见了的时候 你有到处去找他吗 有 我在十个子整个找了 就是11月份嘛 天还很冷 零下30多度 我找了一个晚上 所有的宾馆 所有的旅店 我都找完了 我也报警了 您当时是和妻子生活在哪里 新疆十个子 但是妻子为什么会离开 你知道吗 可能就是因为我打了他吧 孩子在床上趴着玩嘛 突然直接磕到床帮上了 哭得很厉害 他就是在磕手机嘛 我当时很气 你觉得他对孩子的照顾不够仔细 我当时很气 我扇了他 扇了他耳光 对 然后呢 第二天他就走了 然后我没 他第二天也没走 就是事情发生了多久之后 他才走的 十天 十天 你跟我们的记者说 妻子不仅是自己带着儿子走了 还把所有的钱都带走了 因为我是干装卸工的嘛 我每天挣的钱全部都交给他 我从来都不管钱的 只顾干活 妻子有工作吗 没有 也就是说他带走的这十四万块钱 是你们所有的积蓄 而这个钱基本上都是你自己赚回来的 对 他也没有写任何的书信什么的 没有 什么都没写 他走的时候也没有 我也没看到什么异常 还给我说的好好的 让我一个孩子去买药 买药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 我一打电话打不通了 我就立刻开着车回家 回家 所有的朋友呢我都找到了 都找完了都没有他 我都找了一个晚上 我赶紧给他父母打电话 我问他父母到哪去了 他们父母说 谁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其实他已经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那你现在知道他去哪了吗 我知道他在老家 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我给他哥哥打他电话 通过他哥哥知道的 我给他父母打电话的时候 他父母说不在家 只有他哥哥一个好行人告诉我 他回到家了 那你知道他在老家 有没有去找过他呢 去过 过年的时候回家了 当时他父母还有他 把我给打了一顿 人也没再回来 妻子真的是因为被李先生打了耳光 而离家出走的吗 如果李先生说的是事实 为何要等十天之后 妻子再离开 并且带走了那十次万呢 我们只有找到他的妻子葛燕 才能解开这些疑问 在确认妻子葛燕回到河南老家后 我们也前往当地 寻找葛燕进行询问 然而葛燕给出的结果 却令我们大吃一惊 这里有个就是说这个钱吧 就是他办的 以他的身份证办的 你会没办的 就是我刚回来没多久 他就挂尸 然后他一直没给我说实话 前几天上网 才跟我说的实话 说那个钱我已经挂尸掉了 当时你也没有想过 用这些钱的吗 没有 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就说 如果这个钱能取出来 我也是给我儿子 然后我们拿到身份证 就是一开始回来的时候 我也并没有想取出来干嘛的 就是说留着 留着给我儿子用 那么葛燕的意图 并非是为了这些钱 那他离开时 为何要拿走这张银行卡呢 他回到河南老家 究竟只是想暂时和李先生 分开冷静一下 还是死了心要离婚呢 在刚才的短片里面 我们看到妻子葛燕说 其实他带回来的这些存款 他只花了很小的一部分 而且都是用于 这个当时返回老家的机票 和孩子的一些医疗 其实他并没有用太多的钱 那么到底他为什么要带走 家里所有的积蓄呢 今天他也自然来到了 我们的调解现场 我们现在有请葛燕上场 葛燕您好 您好 你先跟大家说一下 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今天来其实也没什么 多大要求 就是处理我儿子的事 我们两个又没有结婚证 其实那些钱就是说 我又取不出来 一毛钱都取不出来 然后都说他已经挂室了那边 我这边也就是有那个支票 也就是没用的 你刚才说你们之间没有结婚证 对 我们没有结婚证 我们只是在我们的老家 就是说办了婚礼 然后摆了酒席 那孩子现在户口 孩子户口 他在姥姥家已经落好了 给那孩子 就是说那个户口本上 只有他俩的名字 没有我的名字 所以你今天来的诉求是 处理好孩子 跟你们之间的问题 对 你跟对面的这个人 还有感情吗 完全没有 因为他伤我伤得真的太深了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两个就是梅红介绍的嘛 那时候我19岁 他20岁比我大10岁 就是说然后我们两个认识的 不到半个月吧 然后他说他妈妈在新疆 怎样怎样好 如果你跟我去 我妈妈给我买个车 就是说我们两个做生意 或者怎样 我那时候毕竟我刚下学 也没有出去打过工 就是说我相信了他 我跟着他走了 就是说跟着他去新疆了 去新疆 然后我就说 我妈妈也不同意让我去 妈妈为什么不同意 妈妈就是说 你们两个刚认识 不到半个月嘛 就是说如果你想跟他去 就是说你们在老家 就是说你们两个结过婚再去嘛 毕竟没结婚嘛 两个人在一起 感觉就是说有点 不好 对不好 你当时为什么想要跟他走 你是爱他吗 因为那时候 见他对我挺好的呀 他说你跟我去新疆嘛 我就去了 跟他到新疆 在那儿十个月吧 后来在新疆待了十个月 过得怎么样 过得不好 他有时候翻起来 批击说打人吧 他打我 然后我就说 能忍就忍 毕竟是我选的路 我爱他 然后我就说 有一点路 我都不想分开 打我那时候 我也没给我妈妈说 一开始 他妈妈也治他嘛 你不要这样对待人家 不要打人家干嘛的 那时候他就是 那时候反正一两年前 那是吧 也不知道具体什么呢 不因为什么大事 然后我们两个就容易打起来 只要发生争执 他就会动手打你 对 他会动手 在那几个月 就是刚去新疆的时候 几个月都没怀孕嘛 然后 就是说他们老家人 都他姥姥什么 打着电话 都说 是不是有毛病啊 怎么着 到现在没有孩子 是吧 我们毕竟去了好几个月了 到九月份嘛 九月份怀孕了 一个多月吧 那个小孩就说发育不好 留掉了 留掉之后 然后我妈妈就提出 你们在一起快一年了嘛 准备结婚吧 我妈妈也问我 她说 你跟他在一起快一年了 他怎么样 我说 毕竟我们两个生活一年了嘛 他其实对我也挺好的 就是说 皮肤有点不好 但是我相信 他如果长大一岁 应该会好一点 他每次打完你 会跟你保证 下一次不再打你了吗 会 就说一零年的时候会 二零一年 正月就是二月八号 我们结的婚 是在当地摆的九席 在当地摆的九席 你们那时候 为什么不领结婚证 没有 年龄不到吧 就因为年龄不到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 就因为这个原因 没有领结婚证 我们两个到南方 就是 江苏那边打工 不到两个月 然后我就怀孕了 也是我婆婆吧 她打电话说 你们过来吧 就是说 这边打工 还是比南方能挣点钱 我说你去可以 但是我不想去了 因为什么 第一年 她给我的阴影挺大的 我就是不告诉我妈妈的情况下 但是她打我这个事 我心里知道呀 我没有说 所以你对于去新疆 那个地方有阴影 有点阴影 然后就说 那时候也怀孕不到两个多月 人家说 前三个月是危险期 这才两个多月 我不想 不想动 不想去新疆 毕竟火车两天 两天多呢 然后我就 给我妈妈打电话 我说 我不想去新疆 我妈说 你来我这也不行 我这是工地上嘛 就是说 人家工地上 那个厂房 就是说 随时可以搬走的 然后我妈就说 你等我晚上下班回来 给她商量商量这个事 能不能还是让我去新疆 她等不及 她都对我发火 对我发火 然后她打电话走了 走了之后 我扭头也就回去了 到晚上 我妈妈回来了 我妈妈说 困冷呢 我说她走了 我妈说 她都不能 你说十万好吗 我哪没说实话 你说 是不是商量好我走的 我知道商量好你走的 但是我妈妈跟你说 让你等她晚上回来没有 说了没有 对 我是不是等着赶车 你说十万好吗 我没来到这个现场 就为了说十万 我知道 我来到这 就是说 我一个字不说假 如果我说的不对的地方 你可以说 但是我来到这个地方 我也不是跟你吵架 也不是怎样 不吵架 我只是来处理孩子的事 总之 在你们这一段 并不愉快的 共同生活的这段时间里面 你觉得给你造成 最大的困扰和害怕 就是她打你 对 我儿子是2011年 11月11日出生的 他是10月12回来的 我那时候一次 就想让我婆婆回来 她说不要回来 我妈妈给你点钱就好了 不让她回来 然后我也就追踪她了 什么都按照她说的 然后到那时候 我儿子出生那天 那毕竟是第一胎 然后就说疼得很难 她说不能抛物产 抛物产的小孩不聪明 我妈妈也看着 我难受的样子 我妈说 你不咱抛吧 我说不能抛 抛了我 我说没人照顾 她一个男的 毕竟说她也不行 然后我跟我妈说 我说不能抛 我说就是说再幸福 也要把这个孩子 就是说顺利的来到 然后就孩子来到 孩子来到 然后那天在产房 她还给我说什么 就是说还给我吵架了 比如说能有多疼啊 什么时候的 你不要这么 好什么的 你说实话好吗 这就这我说了吗 你说了吗 我晚上回去给你煮鸡蛋 我说了吗 你说了你煮鸡蛋 确实没错 那孩子来到了呀 肯定要 反正当时你生孩子的过程中 你没有感觉到 你没有感觉到 他给你应有的那种爱 然后就说孩子快来到 是他说 他说什么 以后你想要什么 我给你买什么 就是说了这句话 然后孩子就说 顺利来到了 然后我那时候挺感动的 我说只要你对我好 我无论跟着你住在哪里 都挺好的 三个月之后去新疆了 然后这期间打我 他从来没说过悔改的话 我错了 我下次不打你 他还不像 10年打过你会说 小燕我错了 我不打你了 他最严重能把你打成什么样 最严重的就是说 打得我身上死了 他用那个铁柜打到后边 然后起了一个大包 然后到第二天 我让我嫂子看了 听你说实话是铁柜吗 那弄煤炭的那个 那不是铁的 那是塑料的吗 你讲实话好吗 我就讲的实话呀 关键是 我为你弄煤炭的那个东西 然后打煤炭的 你告诉我那是铁的吗 你哪板都砸我没有 那你打我 肯定我要打你了 是吧 然后狗打极了 也会跳枪 我跟你说过这句话没有 巴掌删在我脸上 我跟你说过一句话没有 我这张脸 是我父母给的 不是每天让你删的 是不是 你从新疆上 为什么走一步 怎么不讲清楚 我讲没讲清楚 你知道 知道吧 好 他打你是一个方面 对 然后打是一方面 骂也是一方面 打是一方面 骂是一方面 然后他之前承诺给你 所谓的给你买着车子 或者弄着房子 没有 没有说买什么车子什么 他不是说 带你去新疆买车 带你去生意 他那时候说是 他妈妈给买车 让我们做生意 他那时候肯定是骗我的呀 他当初给你承诺的这些 也没有兑现 没有 后来你要走 为什么把家里 所有的钱都带走了 我走的时候 为什么就是不告诉他 你是害怕 我告诉他 因为他能让我走吗 因为我不能让他 就是说找到我 如果找到我的话 我回来不知道什么样 然后就说 有一次打得最厉害的时候 就是我儿子那个床头柜 然后我儿子在那沿着玩 就是一下子坐在地上 他就挖一下子哭 他在那看见是 我做好饭 我还得把饭给他盛好 盛好之后他去吃 我还得一个人抱着孩子 他说什么 我不给他挣钱了 我说然后我婆婆也说过 就是说他一个人带着孩子 怎么给你挣钱 在你们共同生活的时候 婆婆对你还是不错的 就是说他 我婆婆在新疆对我挺好的 如果不是念我婆婆 在新疆对我的好 也许我一天都不在那 所以现在让你再回想起 你们中间这一段感情 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了 其实怎么说呢 骂人是伤人的 打人更伤人 有时候你发火说的 就是说说别 伤害别人的话 也许你一辈子都离不过来 真的 那也伤害别人的话 真的在别人听来 真的一辈子都忘不掉 所以你对他所有的那种爱 都被他每次的打你一点点 没有了 打完了 没有了 也许这都是我的错吧 如果第一年回来 然后那时候如果彻底分开的话 也就没什么 只是一年的感情啊 现在是两年的感情 虽然我们没有生活在一起 但是说我们的苦肉在这放了 也许在这段婚姻里 孩子是葛燕最割舍不下的 以此次的味道 但葛燕对他的爱一点一点殆尽 李先生上涨之后提出的诉求 是希望得到妻子的原谅 我希望能得到妻子的原谅 然而妻子葛燕上涨之后 李先生的举动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匪夷所思 他都不能认识 你说实话好吗 听你说实话是铁柜吗 怎么不讲清呢 难道这就是他对妻子认错的态度吗 此刻的他究竟是想挽回妻子 还是想让他们的婚姻濒临破碎呢 面对丈夫这样的态度 妻子葛燕还能回心转意吗 妻子葛燕自上涨之后 就对自己这份感情表现的失望聚集 那么李坤来之前 是否有做出过任何努力 去试图挽回他深爱的女人吗 李坤来说 在得知妻子葛燕回到河南老家后 他在今年年初时也回到河南 希望可以切回自己的气儿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妻子和岳父岳母不仅十分冷漠 将他驱除出门 甚至对他拳打脚踢 李坤来深知自己有错在前 只得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 然而李坤来的做法 仍然没有换来妻子的原谅 难道就因为平时生活中的争吵打闹 葛燕就对李坤来如此决绝 连一次原谅的机会都不肯给他吗 妻子决绝的背后 是否还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事件呢 她曾经去你的老家找过你 结果被你的爸爸妈妈猛打了一顿 有这回事吗 打没打 打没打 我妈怎么打你的 你妈拿着条把你 对我妈是拿扫把把你 是不是让你走 然后她就是她回老家之后 那年是年三十了嘛 就是说到家之后 她寸目不离地跟着我 我说你跟着我干嘛 她说我让你回家过年 我那时候就回家过年 你跟她回新疆是吗 不是 然后回她老家 她也没房子 就是说她叔叔的房子 我说我不回去 我说你走吧 我被她打那么狠 我妈妈肯定生气 我妈妈也就我一个女儿 虽然她不是我的亲妈妈 她是养了我 但是她毕竟养育了我二十年 就是说她 妈妈对你很好 对 我妈妈对我很好 就是说从小也一直惯着我 然后她就看不惯 她说我妈妈惯我怎样 就是说我妈妈不好 她是这样的 所以妈妈当时是拿扫帚 想把她赶出去 对 我妈妈是拿扫帚 把她捂出去 就是说意思你先走 等我把我女儿哄好 或者说劝劝她 如果她愿意回头 我还是让你们生活 毕竟孩子都那么大了 她就是不走 那你也动手没有 我动手了 对 我动手了 然后我就删了她 我确实动手了 删了几个小时 我不知道记不清了 四个小时 我删了你四个多小时 我从早上九点钟去 一直到一点多才回去 你十二点多 人家中午年三十那天 都要下饺子的 你一点多钟走的 对 你问我爷爷 好 我跟你讲 如果你不学会控制 我想不但你跟妻子 相处不愉快 你跟很多人相处 可能都不愉快 如果女孩说的 稍微你觉得 和事实有点出入 或者你认为 不对你心意了 你马上就指责 那么没有忍耐力的人 那是很 幸福感是很低的 因为她跟别人相处的 都不会很好 所以这是你必须改掉的一个地方 这样你才能够真诚的 从道歉的基础上 才能让女方对你谅解 你在打她 她没有还手是吗 是 打了她多长时间 不知道打多长时间 就是说她在那 然后中午 她没有还手 没有 没还手 她没有还手 你一直在打她 对 是吧 然后 在打她的脸 是 我个人认为 你的行为也不妥 不管当时你之前 受过什么样的委屈 那么她当时到你的家里 是请求你的原谅 不管你是不是抱着孩子 拿巴掌去打她 这都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伤害行为 我们说你肉体上 可能对她 构成不了伤害 可你精神上 对她造成了 很大的一个伤害 她那时候打我 我急 她那时候打你是 那个时候 在新疆 对吧 在河南 在你的老家 她没有打你 对 她到我家 她再打我就没法没天了 对 她到了你家 你也不能打人呢 她就是寸目不离的 跟着我 她寸目不离 你也不能打人呢 你可以抱110 然后我要打110 她说你打吧 反正她也有人 那是她说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在那打她 这是不对的 你使你自己 本来是百分之百的理 变成了 不是那么百分之百 对于丈夫上门 请求原谅 葛燕不但没有感动 反而下手打了她 通过两人诉说 在之前的生活中 葛燕并不止忍受挨打 两人更多的时候 是在互相伤害 妻子现如今的态度 让所有人都感觉 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 并不只是家暴这么简单 两人都可以瞒了一些事情 那么事情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呢 只有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调解员们 才能对这段婚姻 做出正确的判断 究竟是劝和还是劝离 而对于他们的婚姻 双方的母亲 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董阿姨 刚才在跟葛燕聊天的过程当中 她一直说 其实您对她是很好的 她也知道这份好 所以她也很感激您 但是确实您儿子 对她有一些家庭暴力 经常会打 对啊 我上岁时候 我让两位儿子给媳妇吵架 我都站到媳妇那边地方 从来不站到儿子那边地方 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 我作为一个母亲 我是感情母亲 她爸爸早早就去世了 我就在媳妇吵架子上 很不容易 我啥时候 到现在我都是站到小杨立场上 不说儿子的对 这都是你一个人造成的 人说话得平平行 是不是啊 几年这两个班 有个小范就打一回 不是说三年两个大 他俩都斗嘴 就是说去年 我们两个打架几乎 我是不告诉你的 然后奔林也不告诉你 然后就说 我妈妈在市场坐上也不容易 我们两个打架了 今天晚上打架 到第二天你不要讲 我也不要讲 但是我没讲 然后我没好多就是说 我们两个三年两个打架吧 你从新疆为什么走 然后我就没给他说 你天天上网认识个男孩 你知道吗 我那口号都是同样 谢谢 我知道您心里 一定有很多的怒气 但是这是在录节目 我们一个一个说 我知道您肯定很生气啊 因为不管怎么样 葛燕受了很大的委屈 被打了是不是 我们来聊聊看 当葛燕受到欺负的时候 被打的时候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情的 现在我不知道 一开始都不知道 一开始我不知道 这次回来的时候才知道 今天人家知道 看到葛燕的时候 他被打成什么样子 都是什么 全部是声 这都是什么 这类的都是啥 实话说啊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观点啊 叫做情绪是能遮蔽记忆的 情绪也是能重塑记忆的 也就是说 假如说现在你回忆起来 当时发生的那件事情 更多的是仇恨 愤怒 伤心 和难过的话 那么就会把过去的那个回忆 在你的心里 按照这个情绪的方向去描绘它 可能当时并没有真的那么的糟糕 当时也没有那么的惨烈 但是由于情绪让自己太愤怒了 于是会描绘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自己也会觉得 那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所以希望两位阿姨在这儿 首先放下这个说实话 也可能你们说的都是实话 但也可能都不见得是实话 我尤其是想对南方的家人说 我们无论如何 没有办法相信说 一个女孩子 假如不是南方先动手的话 她会去动手打你 你们俩会打架 我们看到 现场这个妈妈带着女儿坐在这儿 有哪一个女儿会从小养成 养手就打人的习惯 这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说 首先我想妈妈应该有一个态度是 无论如何 我儿子打了别人家姑娘 就是不对的 因为别人家姑娘生养这么大 不是让别人来打的 对不对 你们首先对别人家的姑娘 和这位阿姨有一个态度是 就是有一个道歉的态度的话 我想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才有了解决的一个前提 假如说没有这种道歉的态度 我们是没办法调解的 因为首先 男人打女人就是不对的 实施家庭暴力就是不对的 如果你打得严重 你会被抓起来的 你还在这儿 这么 这么有气势的说话 是不可思议的 知道吗 小伙子 那接下来我再说说这位姑娘啊 你刚才说到你说 之前她对你很好 然后你很爱她 可是事实上姑娘 她对你好 跟你爱她是两件事情 如果你是因为她对你好 你才跟她在一起 她对你好的部分没有了 咱们就离开她 这个虽然说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没有好坏 没有对错 你是可以自己用这个来衡量 你对她的感情的 既然你想跟她分开 因为你到这儿来 你说你就是没感情了 对不对 想跟她分开 要解决孩子的问题 既然想分开 为什么会拿走十几万 我们说拿走钱 意味着说 还想跟她有瓜葛 对不对 那这个瓜葛 到底是钱的瓜葛 还是情的瓜葛 这个是你需要分清的 就是假如说 你们是感情的问题 我们在这儿 就解决感情的问题 假如说是钱的问题 咱们就解决钱的问题 都没关系 但是你自己要分清楚 到底到这儿来 是来要什么的 包括你对眼前的这个男人 对这一对母子 你到底还有没有感情 就根据我刚才说的 你自己给自己做一个判断 好吗 好 谢谢 我国的婚姻法规定 男子结婚是22岁 女的是20岁 这么规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人到达一定的年龄 生理上和心智上 成熟到一定程度 才能结合 另组家庭之后 才能负担起家庭的责任 否则就像二位在场上似的 两个孩子 如果在生活中 遇到一些困难的话 那么再加上 两个比较教惯孩子的 双方的父母参合进来 就是会发生争吵不断 生活就像拧成一个乱麻一样 所以一个不成熟的婚姻 一定有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结果 对家庭暴力 我们是零容忍的 您认为只要打得不住 可能您认为 就不至于说拆散一个婚姻 说我可以道歉 但不至于非得 你们两个到分开的地步 可是你想过吗 打人伤害是多方面的 第一个 身体上一个痛苦 不然女方觉得特别恐惧 在你身旁的话 随时有自己受到威胁 不愿意跟你待在一起 几句话 话不投机 可能就遭受到一顿毒打 或者说不是严重的 像说刚才三尔光 那样的比较像自尊的 一个打法 第二个呢 就像女孩说的 我这张脸长得 我父母生下来我 我不是让你打的 特别伤人的自尊 就自尊心会受伤害 这点是很多人都难以忍受的 第三个 一顿打之后 什么结果呢 把你以前的恩爱打没了 你对他再好 他会认为 你并不珍惜他 打了之后 他认为 以前的一切种种的恩爱 都会打得烟消云散的 所以打人的结果是 你自取灭亡 就会在妻子心中 没有你丈夫的地位 他甚至想夺你 而且啊 男方 我能理解你在哪 你可能从事的一个 比较重的体力劳动 你说装卸啊 回到家可能很累 累了之后 就想找到放松 可是你知道哦 女孩在家也不容易 她才这么大 自己独自在家 抚养一个孩子 很不轻松 她也希望有个人 给她分担一下 但是你回来之后呢 只理解自己的累 一点也不了解 女孩这一天 也身心俱疲啊 希望一个人的关爱 所以你把怒气 还发泄到她身上 你说她能理解你吗 就像你俩互不理解一样 她不心疼你 你也不理解她 所以你们俩的矛盾 不断地升级 另一方面啊 你从女孩的角度考虑 女方的亲属 都不在左右的时候 你才对她进行暴力 那你不觉得 这是欺负人吗 欺负人家老家没人吗 那所以女孩 特别想回到 父母的身边 寻求一种保护 那是多值得理解的 所以我就说 母亲也得理解 女方家长的心 如果你的孩子 像你这么刚才 这么激动 可能因为你儿子 在河南也挨打了 所以你当时 也有可能 有一种不理解 所以再让双方面啊 从自己孩子的想法出发 理解理解对方的孩子 换位思考 所以可能都能平和点 那么男孩 你要尊重女方 也尊重女方的家人 然后真诚地道歉 我们才能看到 调解一个希望 而不是在这里 你还站着有词的 女方说什么 你还都顶嘴 女孩可能是挺小的 然后就遭受了这些 哎呀 说生小孩之后呢 还有家庭暴力 这些事情都遭受到你身上 你可能压力特别大 但是呢 可能人生啊 要你遭受这些苦痛呢 就让你比别人成熟 得那么快一些 可能生活压力压在你身上 不是这种解决的方式 不是说在全说回父母的身边 把责任又堆回给父母 然后想迅速地 把孩子的问题解决掉 好像你的人生复合就减少了 那人走到这一步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如果我们该退让的时候 如果南方真正能要改变的时候 你也改掉你性格当中 特别犀利的地方的时候 我想还是有幸福的可能的 所以给南方一个机会 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稍微软化一点 我们看一看南方 有没有真正悔改的地方 然后我们再做 自己最后一个决定 好不好 李坤磊 我叫你李先生 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想再问一下 我希望能得到妻子的原谅 我希望他能把那个男孩的事情 给我解释清楚 因为他回家也恐吓我了 那个男孩 其实呢 刚才在场上 你听到了葛燕在说什么 听到了 他在说 他今天来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给你把孩子的问题解决清楚 这说明起码在现在来看 他对于你们间这种关系 已经不抱希望了 因为你的道歉 或者说要求原谅 是口头上的 纠缠这个细节 那是一个铁棍吗 其实我们应该在 应该考虑的什么 是你打 或者是没打 而不是用什么样的凶器 那么你在反复的纠缠 它是一个铁棍 或者是一个木棍 我只能感觉到 你是在拿着不是当理数 家庭暴力 不是一个法律数 在法律上 相对于的 有两个行为 一个行为 是存在婚姻关系的虐待罪 另外一个行为 是不存在婚姻关系的 故意伤害罪 这两种定性 的前提 是看双方之间 是否存在婚姻关系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们之间 有夫妻关系 你的殴打的行为 有可能是构成虐待罪 但是呢 你们现在恰恰是 没有婚姻关系 那么你的行为 就不可能构成虐待罪 只能构成故意伤害罪 故意伤害罪的 严重程度和量刑幅度 都比虐待这种罪行 要高得多 所以说呢 在今天的调解现场 你们感情上的符合 你以及你的母亲 要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不能再吵下去了 越吵 你的目的是越达不到 我看不到 你们在争吵之下 你能达到你想要的 诉求的可能性 我想跟葛燕讲 你们之间有共同的财产吗 有 就是他挣的那些钱吧 是他挣的钱 有你挣的吗 没有 孩子呢 孩子我一直带啊 是你一直带 嗯 抚养孩子的费用是哪来的 我从那边回来的时候 带了六千多块钱 不到七千块钱 然后就说 走路上花了一半 过了春节来这都是我花的 我妈妈的钱 应该我明确地跟你说 他打工证的钱 不属于你们俩的钱 为什么呢 你们没有结婚 你们的这个钱 就他的钱 不属于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如果要分开的话 只有一个非婚生子女的 抚养的问题 就这个孩子 由谁来行使监护权 抚养费 如何来分担的问题 如果你们复合 那就应该立即 你们要去补办这个结婚证 去办这个结婚证才可以 那么再说别的问题 谢谢 小李 你自己认为 你动不动就打老婆的 这样的行为原因是什么 我就是脾气暴躁吧 不太为弄 有时控制不了自己 我在想 特别对家暴 我们不要拿脾气不好 当挡箭牌 一个男人如果没有了 自控能力 那么和动物有什么差异 家暴的特点 有了第一次以后 就会变本加厉 就会一言一利 虽然小李非常年轻 不懂事 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 你必须深深地检讨 深深地忏悔 我再说小葛 面对家暴 沉默是祸 一冷再冷以后 他不愿意做沉默的羔羊 求助于符合天使 我认为他是对 虽然 他在走的时候 不告而别 卷走了家里的十四万的巨 我也相信 这当中可能也是有原因的 他可能更多的考虑 他带走了这个孩子 孩子需要钱去抚养 但是对这么一对 应该说还是懵懂的少年 刚刚成长为青年的 所谓的夫妻 我们在调检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到两个亮点 一个 小李 身上 你看 虽然没有扯结婚证 两个人 以夫妻名义 同居 生了孩子 他这么辛苦的打工 当张谢公 赚的钱一分不少 全部交给小葛自己的老婆保管 这是不容易的 因为他们没有结婚 这没有法律保护 他可以把十四万块钱 全部交给你保管 这说明 他对你很有感情 对你很信任 另外我也注意到 小葛今天到了符合天使 现场说的第一句话 我来 是为了孩子 不是为了钱 说明现在 他真的是为了这个孩子 只要看到家暴的这些暗恋 我都是劝离不劝何 但这一对 孩子 他们毕竟还是孩子 我想 是不是我们 在深层次的挖一点 他们的这一个原因所在 两个家庭的背景 还有你看 他到了你的家 任你打骂 说明他已经感觉到 我错了 我只能让你打 所以另外我想对两位 母亲说一下 你们两个人为自己的孩子 这么珍藏的没有意义 对 你们认为你们是帮了孩子 结果会害了孩子 因为你们都是带着感情色彩的 你们不可能做到不偏不倚 所以接下来我想 我们更多的听两个孩子说 你们呢 跟主持人问你们需要证明的 你们证明一下 好不好 两位老人做出表赛 不要这样事物 只带两个人就走 我要告诉你小李 有两种人才有资格得到幸福 你知道是什么人吗 第一种是 修善而不造罪 第二种是造了罪 但是一定要懂得忏悔的人 所以你对号入座 以此时此刻的你 来反省一下自己 自己有没有资格 获得这份幸福 我想奉劝场上的两位年轻人 你们当下急需完成的一项 人生的功课是 自己急速地成长 我不得不提醒一下小李 当你和小葛相识的时候 你知道她是养女吗 知道 知道她是养女 您知道这个养女 她自己走过二十年的心路历程 有多么艰辛 多么痛苦吗 你知道吗 爱她真的读懂了小葛 我觉得当你接纳她 希望为她下半生负责任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在未来的岁月里 我该多么疼爱这个女人 我该怎样去善待她 但是以你之前你们的交锋 我可以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过往的生活 你只给了疼 没有给她爱 所以我希望下面能用你真诚的态度 还有有效的作为 能够打动小葛 我也希望在今天能够达成你的诉求 好吗 好 刚才老师们讲了很多 看得出来 李先生的态度还是听进去了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想跟葛燕说的吗 老婆 今天我们只认为一个家庭不容易 我真的希望你能回来 没有你的日记 我真的很难受 那在今后的生活中 你能做出哪些改变呢 我可以给她学校承诺 我不会再打她一次 之前你也承诺过 为什么做不到 之前都是我年轻期 甚至太小了 都是父母惯了 现在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葛燕 刚才她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 你有感觉吗 刚才清英老师其实 给你了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今天你到底是来解决感情的问题 还是来解决比如钱的问题 就是反正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解决孩子的事 钱我一分不要 你可以把钱带出来的钱都给她 都还给她 她已经那边她说了已经挂尸了嘛 然后就说我拿那个单子也没用 就是说钱我一毛钱不要 你自己心里有一个 对于想要孩子的这个计划吗 比如说孩子是给她 还是留在你这儿 留在我这儿 你希望自己带孩子 然后你希望每个月她付给孩子 多少抚养费 这些你自己心里有一个计划了没有 没有 我们来 就是说我来这个节目 就是说 没有要求她什么 再说在老家 我也已经起诉过了 就是说 我只要孩子什么都不要 一毛钱都不要 什么都不要 无所谓 只要能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 一毛钱都不要 葛燕好像是死了心了 想要跟你分开 还是为了那个男的我恨她 我希望她能把那个男孩的事情给我解释清楚 因为她回家也恐吓我了 那个男孩 恐吓我了 那个男孩 另外一个男孩 恐吓 李先生在听到葛燕决心要分开后 说出的这句话 难道才是葛燕离家的真正原因吗 如果事情真如李先生所言 那么这个男孩是谁 葛燕又为何要恐吓李先生呢 她说是他妈妈的干儿子 我老婆也说是他 又说是他的同学 又说是他哥的表弟 又说是他哥的朋友 我不知道这个男孩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婆婆对我挺好的 然后我就说 她就是说 我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 她一直在保护着我 所以说无论以后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跟你说什么 谢谢 我不会手机上网 她一直都手机上网了 她老是不上网 我也不会看 她每天就是 干什么事都在扣着上网 她自己也承认了 她回到家是那个男孩接的她 那是我妈妈找的 她说 是她妈妈的干儿子 我老婆也说是她 又说是她的同学 又说是她哥的表弟 又说是她哥的朋友 我不知道这个男孩到底是什么人 除了那个男孩在葛燕回老家 接她之外还做了什么其他事 她骗了我 她说让我到她家 我妹两个好好谈一谈 就是只有我妹两个 结果有个男孩 这我才知道 你见过那个男孩吗 见过 她还恐吓了我 怎么恐吓你呢 你到哪我都能找到你 都能把你怎么怎么地 她恐吓你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你没买房子 写葛燕的名字 写她一个人的名字 要你们买房子 对 在葛燕的老家是吗 对 写葛燕一个人的名字 也就是说 她现在要求你 给葛燕 在他们老家 用她的名字买一套房子 对 如果不买的话 就不放过你 对对对 是那个男孩说的 对 把我怎么怎么地 我是想 我没这个家庭能和好 如果当时我发起来批记 我肯定和他打起来 我还是很爱妻子的 我默默地走了 你觉得那个男孩 跟葛燕是什么关系呢 他自己都说不清 一会是他的同学 一会是他妈的干儿子 他也说过是他嫂子的表弟 他父亲亲口承认了 葛燕上过他家 去过好多次 有问他去过没 但是上过他家 并不代表 他跟葛燕之间 就有暧昧关系 是不是 对 所以你只能说 在你们两个人 出现矛盾的时候 有一个男孩 出来为他说话 但是并不能证明 这个男孩 跟葛燕之间 是恋爱关系 他自己都讲不清 有什么关系 他爹说是他 就是那个男孩的他父亲 我爷爷去找他了 他承认了 那个男孩的父亲承认了 对 那个男孩的父亲 也去找他们了 让他不要再上他家了 你问他去过没 有这回事吗 葛燕 不是 他们那时候说 就是说 他们大队书记 然后和他和他爷爷 他姑姑 他小叔 到我们家去 就是说 你再给他 最后一次机会 我说 最后一次机会 我可以给 我什么都不要求 就是说 你给我们娘俩 一个住的地方 然后就说 要求买个房子 写我的名字 我们那13万不动 他的意思是 让我父母 再出一份钱 然后就说 他回家了 回家了 他就说 可能给他妈妈打电话 就说 可能这个房子买过去 我说 我给你这次机会 并不是说 我要你 就是说 要你买他房子 就是说 写我的名字 并不是说 我要了就是怎样 我有儿子呀 不是给我儿子 就是说 建造一个家的地方 就是说 他不同意 不同意 然后 你当时觉得 如果他们家 给你买这套房子 你还能跟他过日子吗 给他一次机会 就是说 让他买个房子 写我的名字 然后他们那边 也同意了 当时其实你还是愿意 再给他一次机会 继续跟他过的 对 那他说的那个男孩 是谁 他说的那个男孩 就是跟我哥 然后以前 跟我哥打过工 也是我的同学 叫我嫂子个表姐 他一直晚上回去 给我发疑 说什么 就是说 现在你们两个 处理好吗 我说 也不算吧 我说 就要求他买个房子 现在到现在没看好 然后他说 要不我去给他说说 然后到我家去 人家都说 你没买个房子 可以为了你们的儿子 毕竟一岁多了 现在谁家没有房子呢 你如果以后再打葛燕 你以后你走到哪 我能找到你呢 只要你再欺负葛燕 他就这样说的 但是那个男孩的父亲说 你们是恋爱关系 有这回事吗 没有 所以双方都各有各的理 但是接下来 你的诉求 仍然是要跟他分开 对 现在即便买房子也不要了 不要 钱也不要了 就是要分开 那你这边呢 愿意分开吗 我真的放不下这段感情 如果他真的分开 我是要回儿子 如果要分开 就要孩子 对 我再说一下 我真的放不下他 放不下他 我希望他能给我一次机会 这是我真实的诉求 也许挨打 莫过于心思 如今即使李先生同意买房 葛燕也不愿意再原谅他 葛燕依然坚持自己的诉求 只想要回儿子 李先生虽然也在极力 想挽回葛燕 但从他场上的表现来看 他似乎还没意识到 让他们的这段关系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而这场调解 我们又该如何继续 让男方提出一个方案 然后我们拿这个男方这个方案呢 去给女孩再去讲 在这个方案不行的基础之上 我们再说第二个方案 我倒觉得实际上孩子吧 那韩老师说想派就男方要的可能大 但我觉得孩子这么小 要从那个男孩工作之后啊 他得外出工作 然后也没有精力能力照顾孩子 而且女方照顾孩子这么长时间里 不可能放手 能不能说女孩抚养孩子 男人男方尽一定的义务 给男方一定的探视权 孩子毕竟还能双方加价 不能说脱离这种亲子关系 是脱离不了的 从这个方向试一试 调解团经过合议后 决定对他们二人分开调解 给彼此空间和思考的时间 那么经过调解袁老师的劝技开导 他们二人该何去何从啊 咱们现在就是几个问题 刚才说了你们现在没领结婚证 现在来说呢 从财产这个角度来说 对你是有利的 这不属于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但是呢 现在另外一个不利的 你们这个关系的复活 就是感情的复活 难度是比较大 你想为了挽回这段感情 有什么样的实际行动 他想买房的我可以给他买 可以买房的 在哪儿买房 在博州买 不过不能说 写他一个人的名字 可以以你们两个人的名义 在博州买一个房 可以 什么时间 几年到年底吧 几年到年底 我准时给他买房 那么第二个行动还有没有 以后我不会再打他 我可以给他签个协议 签个协议 对 不打人了 不打人 如果打他我自己去对你 愿不愿意当场道歉 愿意 愿意当场道歉 愿意 几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 我们调定你们感情的复合 第二层意思 如果说 复合不了的话 那么今天能不能够 就比如说子女抚养啊 这个监护权的这些问题啊 你别着急 能不能够看解决 第三个问题 如果这些都解决不了的话 那么我们节目组全体调节老师 都希望你们在这个问题上 一定要听从法院的判决 对 不能够做任何违反法律的事情 对对对 我们也会听从法院的判决 好吗 好 这个都能做到吧 能做的 那好 李先生在密室中表示 可以为葛燕买一套房子 并承诺不再对他实施家暴行为 也愿意在场上当面道歉 那么葛燕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吗 对于你来说 你带着一个孩子在身边 对于你来说 你未来的生活的进行 你考虑不考虑 不用考虑 真的不用考虑 你说的时候我已经明白了 我现在就说 我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所以说我这个能力还是可以的 我也不是说 就是说什么孩子的抚养费了 或者是 孩子的抚养费你为什么不要 孩子的抚养费不要 原因就是这孩子不让他见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 盼视权是法定的权利 孩子和他的父子关系 这是血缘关系 是隔不断的 血缘关系是不能够放弃的 葛燕依然坚持自己的诉求 只是想要回儿子 对于他和李先生的感情 他已经彻底放弃了 那么 面对葛燕的决绝 李先生能否接受这一切呢 好 经过老师们刚才的合议之后 我们现在请毕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刚才大家调解的经过 李坤磊 李先生这一方呢 提出一个是真正的回过 向这个葛燕呢 表示道歉 然后呢 为了表示这个诚意呢 说可以呢 在葛燕的老家 相邻的城市 为这个小青年买一套房 保证呢 保证呢 以后不再这个暴力 并且愿意呢 当场对葛燕的表示 歉意 那么经过我们反复的征询 这个葛燕女士的意见 葛燕女士呢 表示呢 对于双方之间的感情呢 已经非常的失望 不愿意再把双方之间的感情呢 再持续下去 所以现在葛燕还是坚持要 跟李先生分开 那我们建议双方 在人民法院的依法的调点之下 解决双方之间 关于非活生子女的抚养问题 如果调点不成的话 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双方呢 都应当服从人民法院的判决 不做任何的危害他人 危害社会的事情 这个我们跟双方的 这个当事人都已经交代了 在这我想对两位阿姨说 因为你们的孩子 还非常的年轻 哪怕最后他们这段感情结束了 但是对他们俩年轻的生命来说 都是一个不小的伤害 相信对你们也是一个伤害 所以假如说 接下来不管两个年轻人 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在今后他们的人生道路上 不要再包办代替 而且要放手 让他们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 尤其是在这儿我想说一说 女孩子的妈妈 您要相信就是 如果女儿接下来跟这个男孩子分手了 她一个人带着孩子 接下来的生活 我想您这个做姥姥的 也会非常的揪心 孩子做选择这件事情上 希望您更多的以一个 过来人的这种态度 更多的帮助女儿 甚至是辅导女儿 而不是去干涉她 就是说女儿需要妈妈什么样的帮助 妈妈可以告诉你 什么才叫母亲 什么才叫养育孩子 甚至什么才叫婚姻 那么在这儿呢 我也想跟这位男孩子的妈妈说 阿姨您很不容易 从刚才您说到您自己的经历 独自把儿子抚养大 很艰难 但是无论如何 假如说接下来 这个孙子就被别人家领走了 他们俩的这一段姻缘就到此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哀叹命运如何不幸 是没有意义的 作为一个妈妈 您可以更多的跟儿子来检讨一下 就是在对待人家别人家的女儿 对待孩子的妈妈 对待她未来伴侣的这件事情上 儿子有哪些其实做的是不太到位的 儿子有他自己的人生代价要去付 他的人生他自己要去体验 自己要去摔跟头 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成长为一个男人 所以这可能是他成长为男人的第一步 您不用过分的自责 好吗 让儿子坚强面对这一切 一场世事婚姻的破裂 成为我们今天两位当事人青春的忌辟 可是我想说婚姻谁人破裂了 但是责任却不能推卸 你们俩还有一个共同的孩子 起码在孩子的抚养上 两个人在达成协议的基础上 在共同履行起对孩子的一准责任 在未来的婚姻当中 你要学会怎么样包容对方 珍惜对方 然后让自己能够快速地成长起来 我们再走入下一段感情 哪怕说以后两个人有机会再符合这样的感情 我想这样你才有能力去迎接幸福 我个人还认为通过今天的这一场调解 其实引发了社会两个思考 第一个是如何学会做夫妻的思考 现在有一些年轻人 只会经营爱情 不会经营婚姻 年纪轻轻草赛进入婚姻状态以后 一旦遇到纠纷和问题以后 非常的盲目 非常的无所失从 不懂得包容 不懂得迁就 甚至社区理性 还有一个思考 是如何学会做父母的思考 现在社会上有一句口头禅 婚姻最怕第三者插足 爱情最怕父母亲插手 现在特别是有一些年轻人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感情交往的过程当中 一旦发生问题以后 我们呢有一些家长 做父母的 他不分青红皂白 不分是非曲折 满目的介络 则为了帮自己的孩子 结果呢 火上浇油 最后是事情不堪收拾 所以我在想 今天这个结果 可能使我们感到 虚许的遗憾 但是这一些思考 对社会 还是有渐渐意义的 谈恋爱最关键的是在谈字 只有你们之间 有了一个充分的交流 认识和沟通 彼此才能对对方的脾气 性格 秉性 以及他个人的一些爱好 情趣 追求 个人的品格 有了一个充分的了解 你们未来的感情生活 才能够一路顺畅 所以在这儿我提醒两位 对于未来生活的 感情生活的处理 一定要把握 先谈恋爱 再论嫁娶 那么说到未来生活呢 我想你们肯定是希望 吸取前车之鉴 在找寻第二位 心仪伴侣的时候 我希望两位能把握 这样一个原则 一定要尝试着 不要用你并不完美的眼光 欣赏一个完美的人 要懂得用自己完美的眼光 去欣赏对方不完美的人 我觉得只有这样 让你们彼此之间 才能学会尊重 理解和包容 这才是两个人感情 长久的基础 还有一点 两位呢 我们大家都下了定义 你们两位是一个 期待成长的年轻人 但是看着嗷嗷哺的孩子 看着一天间长大的孩子 我觉得你们如何成长 已经不是一个陈词烂调 而是一个时不我待的话题 你们真的需要有一点 急切和急迫感 在短时间之内 让自己 即便做不了对方一个 称职合格的朋友 甚至丈夫 但一定从今天开始 努力学会 做一个合格和称职的父亲 母亲 最后呢 我想提醒一下小李 无论这段感情生活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尾 但是我觉得今天 有一个迟到的道歉 你是需要说出口的 那么同时 我想提醒一下小葛 在你们这段 共同生活当中 在远离家乡的日子 李妈妈 给予你很多的关心照料 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即便在分手的时候 我觉得作为晚辈和年轻人 向老人道一声谢谢 这也是你义不容辞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在节目的最后呢 两位能够让我们看到 在今天复合天使的平台上 两位获得了一个最初的成长 老婆对不起 以前都是我错了 妈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我希望你们能过一次机会 我愿意等小雅 其实我婆婆对我挺好的 然后我就说 她就是说 我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 她一直在保护着我 所以说无论以后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对你说声谢谢 其实看到场上的这一幕 我想包括电影机前的观众朋友 心里一定都是很揪心 很难过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更想跟 这两位年轻人说 在接下来处理他们之间关系的时候 更加的要冷静以及理性 而最后我们更想跟电影机前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说 当我们在选择婚姻 或者在决定是否要一个孩子之前 除了爱 让我们更多一些责任心和责任感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的 《复合天使》 我们下期再会 resistant 正在决定的ộ吗 � Trek 2023 为什么 小三 还 李 又 李 李 贊 你 李 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